拉开铁栅,职工们准备就绪 傍晚六点一到,人潮涌入 2015年开始,每个月一次加亨环保站 提供二手务供民众挑选 外籍移工是主要的消费者 这些东西已经不离开了 这五年才能够购用到这里 然后可以使用到现在 这些东西来的东西都很不错 这些东西都很不错 这些东西都可以购买了 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 给人们的心情 这些东西都可以使用 因为现在的行情也不好 所以很多外劳他们都会选择心 买一些叫病 而且这个二手的东西都是好的 所以他们也能给他们节省一些金钱 然后在一些日常用品 比如说网碟这些 我们有时候都会因为他们有买 我们也会送一些给他们 就是再循环使用 西服的人最有福 延续务命再造价值 也是一种环保 大爱新闻之上美志工苏玉花 马来西亚报道